Hello 大家好 莎姐 昨晚睡得一般 因為今早有點緊張 因為之前我訂了一批濕紙巾 今天就送去警署警察總部給他們 為什麼我送了先通知大家 免得被人知道 你知道我這邊也有少少黃人 免得了 所以我怕自己睡過了 所以昨晚睡得不好 另外一件影響我心情 昨天看了警察公共關係科 警務處發出 昨天抓黎智英的案件簡報 記者之代會 其實看來看去 都是 記者問一些問題 令到你覺得很氣憤 基本上大部分 記者 我想 我聽的基本上都是 已經有一個立場 就是想做警察 是想做新聞做警察 所以說來講去 你這樣是不是 阻止新聞自由呢 又或者你們查了多久 就希望 其實他 查他是不是抓了6月30日之前 那些 也都說 那是不是因為 例如 鳴庭 這樣 這樣 准罪了你們 警隊某些人 所以被 這樣 然後 說 為何 些人可以進風口線 你不讓我入 他可以進 我可以不進 你去去都是這些問題 基本上就是想做警隊的 不公義 可能有些人就說 你一向盲撐警察 其實我不是說盲撐 但其實這些事情是不難理解 有多難理解 如果你們可以看到的話 要不就是記者的水準是低到不能理解這些正常的 另一件事就是他擺明是做警察 記者是應該中立報道事件的 就不是說你要做警察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讓你進入也很應該 我自己就有一點分享 可能有些人都會誤信這些記者留言 其實所謂新聞自由 你搞清楚 現在警方不是阻止你新聞自由 而是那個搜證的地方是案發現場 是守證的現場是案發現場 如果那裏有空石案 那個就是案發現場 他的守證是很合理的 如果今天我們公司幫人做會計 如果今天海關 有一個人或者水谷有一個人說 不是啊 你那個客人好像涉嫌逃稅 或者是虛報某些資料 導致他交稅的稅 或者海關說不是啊 他有些移動 為什麼你檢查不到啊 或者你為什麼會不知道啊 或者你怎樣幫他入數啊 我現在懷疑他是有收黑錢 或者是有幫黑社會啊 或者是一些毒販去洗黑錢的 麻煩你 我已經上來搜證 我們是不是可以說不給呢 通常只有兩隻搜證 第一就是他覺得你也是可以信任的 或者覺得你是會誠實交代的 或者那件事不是太嚴重的 未至於要蓋檔的 他就會出封信給你 就說他現在涉嫌牽涉了某些案件 我們現在需要某些資料 麻煩你 我真的見過的 麻煩你 不是這間 是另外一間 麻煩你把他所有的核數報告 他簽了的核數報告 或者是一些他給你做會計的 那你所有的會計文件麻煩你交出來 引回所有的表啊 什麼表啊 裡面的世名啊 什麼 引回所有出來 就全套交給他 但如果當他們那件事是大壇的 牽連一些ICC 海關 洗黑錢 毒販 或者什麼其他大壇的 或者銀碼都大的 他就未必會 那麼輕易就叫你出封信 叫你整齊一些東西 他就可能真的出封信 蓋檔 未必是想蓋檔檔 但他怎知道你當中有沒有人 是偏袒他呢 而導致燒毀了證據呢 喂 真是的 如果我到時 我一個麻煩你 喂 我辦公室火燭啊 所有東西都燒光了 連那部電腦都燒光了 那怎麼辦呢 沒有證據的了 所以不出奇 所以馬上這樣做是不出奇的 那你說 那為什麼在這裏翻揭文件呢 聽說句 如果今天警方過來搜證 另外辦公室搜證 他不會知道哪些文件是關於那些 那些文件是關於那些 他可能有時不小心都會揭露一些東西 或者看一看是不是有關係的呢 其實我是不是需要的呢 那其實你難聽這些說句 你覺得警方這樣揭露 那不就很簡單而已 全部停工了 我所有東西 什麼鬼不管什麼 糟糕垃圾我都搬上車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是可以的 因為你的公司是犯了法的嘛 我是可以這樣做的 那你就不要開工了 你停工了 我所有東西 搬上車 我要的東西 不管什麼糟糕垃圾 我搬上車先 我回去慢慢揭 揭完就扔回給你 有什麼叫做不行的 這個根本是做事正常的嘛 有時候我們自己拿 file 有時候都會拿錯隔壁的黑 file 有什麼這麼大的問題 我不覺得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他揭完之後這個 file 他會不會把這個 file 裡面的東西 供出去 而不關他的案件呢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私隱 私隱的地方 定義就是 你不可以公開 但你一定會揭到的 等於我自己做會計 我很多時候都會接觸到 一些客人的身份證 客人的身份證號 他的住址 電話 因為幫人報稅的時候 尤其是幫客人報的稅 並要報他薪金多少 你這些資料全部都知道的 他拿多少錢花紅也知道 他拿多少錢錢 他有很多樽貼又知道 他身份證號都知道 住哪裏又知道 他結娶分尾又知道 有沒有老婆子女又知道 但聽我說他有沒有小三 我們都知道 但不會代表我們要出來了 因為我們要補充客亦的私隱 所以我們是不會出來的 我們會不會不知道 很多時候我們有空分八卦一下 其實很多銀河都會的 但過一會都會檢查別人其他的 即是看看其他客人 看看我們其他同事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上一次做這個工作的時候做了幾個小時 或者有時候看看那個同事在做什麼工作 這些都是他私人 但公司同一個企業都可以開到的 你都可以看到的 那是不是他私人呢 那是他私人 那是怎樣 最重要是你不供他出來 你沒有提供他出來給其他人 所以其實很扭頭 你明不明白 那另外一件事 他說為何有些人可以進去 有些人不能進去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其實現在警察關係科的阿瑞都說了 現在是第一次試驗一下 所以就會遷就他們自己的情況 而批某些人進去 不批某些人進去 如果你們這樣說的話 下次你們就全部在封鎖線外面 以前都是這樣的 德姐好意衰回首 我自己覺得 那大家在封鎖線下面 以後就不用進去現場了 那就是說 這個為了適贈 所以適 choose其他市民的疑慮 適取其他市民的疑慮 適取你的疑慮 適取某些人進去 很難理解嗎 其實很難理解嗎 還有人不難理解 還有一個簡直說 Даже кос死 продолж 我都有數萬訂閱 幾萬訂閱很厲害嗎 香港有75萬訂閱很厲害嗎 香港有700多萬的人 數萬 ACE 幾萬訂閱是有多厲害 如果是何志剛 華記 拿了記者證明 便可以衝進去 現在不是說你幾萬訂閱 是警方能否保障你們安全 以及警方能否保障你們不去搞亂當 是不是可以控制到場面 如果你說幾萬訂閱就可以足以令你進去 我想全港有幾萬訂閱以上的Youtuber 都會特意去拿記者證 然後去面場玩 直播 這樣便會造成混亂 不是大了的 記者大了 你有沒有公司 公司有沒有幫你買保險 正如駕駛的士 車主要幫的士買第三輛 你哪個司機坐上去 喝S 都有保險 他才可以出車 那你的記者 公司有沒有幫你買意外保 如果不是的話 你在這裏 你今天進入大埔公廈 等一下不小心 推倒架 掉下來 摺傷你 一個麻煩你斷了一隻腳 誰揹飛 你自己揹飛 你公司揹飛 警方揹飛 還是蘋果揹飛 一傳門揹飛 這個也是責任問題 因為警方放你進去 就有義務要保障你的人生安全 到時你到處亂走 到處亂拍 到時拍了一些不應該拍的東西 那怎樣 誰揹飛 所以警方這個做法是好 而且不難理解的 你想清楚 如果你有一張演唱會飛 即兩張 兩三張 你自己去 你可以多帶一兩個人去 你會選哪些人帶你去 而且還可以進入後台 和歌手握手 和後台 你會帶些甚麼人進去 你當然是帶自己最喜歡的人進去 你只有兩張票 兩三張票 你可以多帶兩個人進去 你要不就帶男朋友帶女生 男女朋友這樣去 要不就歸密這樣去 或者是一些兄弟這樣去 然後再普通的波友這樣去 然後再親戚 再滲一層 都是一層層的 因為有限額的 現在不是無限可以進去的 警方都不會無限放人進去 你想想那裡有多大 如果像上次YokoTown那樣 整百多個記者 那裡哪裡能塞得你們下 是不是 你一件黃背心 有個記者 剩下一個記者 我哪裡能塞得你們下 我當然要篩選 還有如果你入得後台 好像演出後台 你都會選一些 他不會失禮你的 他不會亂走 不會弄壞別人的東西的人 這個根本上是很正常 明額有限 他當然是選一些 他能夠控制到的 又或者合作得久的 知道他不會亂搗亂的 或者知道他知道規矩的人 說真的 你們這些傳媒 如果你是剛剛這一年貨仔 你才起的傳媒 我根本跟你不熟 我怎麼知道你去到 會不會突然間 啊這裡有些什麼 我拿出來看一下 先拍一下 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做這些 如果有什麼事 你拍到又說警方洩路 那我怎麼辦 這個是很簡單很現實的 我們跟人做生意都是的 如果我今天訂貨 我只有10萬元 我要訂貨 我當然選一些 除了可靠信譽好的東西 我也是選一些 我合作內的夥伴 可能 合作內的夥伴的價錢 是貴一點點 但我起碼知道他的質量是好 我不需要有次貨 我不需要令到我成本增加 做生意都是這樣做 那警方也是這樣做 有什麼出奇呢 這些根本是普通人正常做法 就不是警方特有的做法 普通正常人都是這樣做 只不過他現在站在警察陣線 你站在他對立面 你就找東西抓他 根本就不難理解 如果每個人都穿黃埔心拿著記者證 都說我可以進去的話 我能放多少個 尤其是現在記者的法證 發得這麼難 12、3歲也是記者 那你可以控制這個12、3歲的小孩 進去蘋果那裡 他不到處走呢 到時候他一個人 麻煩你弄壞了一些東西 弄壞了蘋果那部 即是壹傳媒那部電腦 到時候他說不見了那些資料 誰給錢 他媽媽給 小朋友給他媽媽給 還是警方給 大家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記者覺得自己是很尖銳 還看得大眼 其實那些記者根本就不聰明 因為他問一些問題 根本是騙一些純粹是不會過濾的市民 他覺得騙到這些人就覺得自己很聰明 你有多聰明 即是金融那些 你能夠在大惡口中 偷到金你就聰明 你根本到處都是的石頭 有什麼 你拿到有什麼 這麼厲害 他們覺得在娛樂市民是很厲害 但真是聰明的人 他怎會讓你娛樂 所以我覺得 我們要努力一點 我覺得自己也要努力一點 跟大家去多些談這些話題 不要說分析給大家聽 我不敢這樣說 我不敢這樣說 因為這些根本就不是分析 跟大家多些去談這些話題 大家就會發覺 原來我生活都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警察並不是一個很特別的 警察他有他的執法權 他有他特別的權力 但他不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他其實不是跟我們很遠 他都是用一些很正常人會做的事情 不是說他用了什麼特權 令到這件事發生 其實我們平時正常人 都是這樣做 只不過他做的事情 他的工作和我們 不是我們做的工作 例如他不是做生意 所以我們有時候一時間想不通 但是其實你想一下 好像剛才沙姐那樣 一想一下 對呀 我做生意我都是找過 不會搞亂當 信得過的 那警方這樣做也是對的 即是 如果我做生意 我放在這裡那些 全部都是貴價的層設品 這裡全部都是貴價的層設品 是水晶啊 很貴的那些 我請個Sales 我請個醒目一點 老實一點 用什麼去偷的東西 又說 如果那個Sales這麼無失的話 我都要解僱他 都不要叫他過來這個店 我叫他去一些雜貨店 自己的雜貨店 不會讓他在這麼高檔的店 因為可能跌爛一個水晶 就去整個月的人工 我叫他賠還是不賠好 如果不是他去一些 不會打得爛的 好像說 那些口罩啊 一盒盒啊 總之他不是拆開來的 即是怎麼打都不爛的 那就由得他在那裡 這些叫之人善用 或者根本就是那個 按情況而做 所以我覺得 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都多多支持警察的工作 因為他們都很辛苦 面對傳媒 所以你看到那一次 昨天的警方發布會 每個人都問出問題 都是想設個陷阱來 推他們去死 其實他們都很辛苦 這次就這樣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